我們看第三題 能說明物質具有波動性的實驗是什麼 光電效應實驗是證實光具有維持器 B.Alpha指點的散射實驗 這是證實什麼呢 證實了那個Narside的那個行星模型 所以這也不對 C.電子的乾射實驗這個對 有那個乾射條文 證實了電子呢 它具有波動性 而且可以測出它的波長來 所以C是對的 中指在實驗晶體的繞射實驗這個也對的 好 1.陽格雙小混乾射實驗 這是證實光具有波動性 這個不是證實的那個物質具有波動性 所以1是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選C跟D 1.2 1.2 3.4 5.4